大家好,我是阿辉 我觉得年夜饭不一定要龙虾鲍鱼 只要用心,只要有爱,空气都是甜的 今天用最长筋的食材做一道最有爱的年夜饭 寓意花开富贵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两根铁棍山药 外加一根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去皮,再切成薄馅 切好,装入碗中 山药也是削去外皮 过敏的话,建议戴上手套 然后再切成片状 不需要切得太薄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前腿肉,洗干净之后切成片 再切成小块 然后用刀剁成肉馅 不需要剁得太碎 有一点小颗粒吃起来口感更好 剁好装入碗中 房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胡椒粉 十三香 生抽 花椒油 提前泡好的葱姜水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 搅拌五分钟左右 搅拌至肉馅上劲粘稠 取一把肉馅放在盘子中间 其实用量非常少,大概不到二两的肉馅就可以 在肉馅中间挖个坑,做出一个鸟窝的造型 接着把切好的山药摆在肉馅的周围摆一圈即可 胡萝卜摆在最外面,也摆上一圈 最后在中间打上一个鸡蛋黄 这个造型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水开以后上锅蒸 中大火蒸8到10分钟 10分钟之后我们看到蒸出很多汤汁 汤汁一定不要扔了,倒入小碗中 锅内不需要加油,再把汤汁倒进锅里 加入一点生抽 一点蒸鱼豉油 水开以后倒入适量的水淀粉 熬至浓稠起大泡,关火即可 趁热把汤汁浇上去 山药口感特别粉糯,入口即化 配上鲜内多汁的馅料,真的是特别解腻 而且口感层次丰富 年夜饭端上一盘 肯定能评为最用心最有爱的一道美食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